中署和發燒 大家好,又是我Dr Jason 每年夏天 我們都聽到很多 關於中署的個案 我想順便跟大家 講解中署的知識 希望大家可以盡量避免 中署和發燒 簡單來說 中署是體外因素 天氣過熱 或太潮濕 而引致 發燒是體內因素 例如感染或發炎引致 如果有隻小動物中署 我們會見到甚麼症狀 初期會流口水 喘氣 坐立不安 舌頭會變紅變紫 小便或大便 可能會大血 最嚴重 甚至會見到它們抽筋 昏迷 甚至死亡 最常見到狗仔中署 其實都是天氣好熱的時候 行山 行街行得太久 總之露天 例如大院 露台 甚至餐廳 如果曬太久都會有機會中署 不單止在室外 可以中署 連室外都一樣有機會 總之空氣 不太流通 狗仔 散不了熱 例如在車上 就算你開少許窗 都未必散到熱 有時在寵物袋 那些 如果散不了熱 都一樣容易中署 甚至有時沖完糧 跟牠們吹磨 如果吹磨 吹得太久 都一樣有機會中署 OK 還有一項 大家需要留意的 就是 如果這隻狗仔 是需要戴口罩的 我會建議戴一些 透氣一點的口罩 和趁天氣沒有 免結時間才行 行的時候 盡量多一點休息 如果有機會給牠喝水 就給牠喝水 如果懷疑小凍是中暑 我就建議盡快投意 途中就用一些收溫水 或者浸濕過收溫水的墨根 盡量散熱 千萬不要餵冰粒 或者淋冰水 因為這樣會令到 表面的血管收窄 令牠更難散熱 OK 我們比較常見 中暑的動物 其實都走不出這幾樣的了 例如 過肥 毛很厚 扁面 短鼻 這些都會比較常見 年紀很年輕 或者很老 或者有些長期病患 例如心臟病 氣管問題 都要特別小心 今天講到這麼多 希望今天的資訊幫到大家 如果有什麼問題 可以在個post留言 就可以了 也能預先 忘這樣 洗一下 冰水 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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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一下